注意看,这个贵妇所背的名牌包包价值十万美刀 但包里居然只放一条狗 狗狗带着孤子两亿的钻石项链 傲娇地说 我刚买的套3000平的海景别墅 全款哟 众狗听闻后羡慕不已 纷纷抢着拍狗屁 很快,四小时的护理结束 主人又带着狗狗开始购物 狗狗一下试了50套衣服 突然有些选择困难 但主人却豪气地表示 服务员,打包,全带走 回家后 狗狗悠闲地躺在600平的泳池旁 享受日光浴 这时,警卫犬小金心动了 他立马冲向前,秒变舔狗 先是扯开嗓门吼情歌 紧接着,再来一段深情告白 但狗狗嫌他 没车没房没存款 直接拒绝 说,咱俩性格不合适 可小金仍不死心 又在地上叼起蚂蚱 殷勤地说 这是舌尖上的狗食 狗狗嫌弃地扒了扒蚂蚱 恶心地直接转身就走 小金不禁感叹 唉,想吃天鹅肉挺难 不久后 狗狗主人临时决定出差 他托亲戚小美帮忙照顾狗狗 并强调 狗狗的生活起居 必须严格按日程表执行 按照日程 狗狗当天下午就有个泳池派对 狗比人快活 小美自然一万个不乐意 但他不敢得罪权贵 只得无奈地 接过狗狗们的派对用品 接下来就是happy的派对时光 但狗狗们却生气地赞成一排 对着小美不停狂吹 原来他们嫌小美手脚太慢 于是小美只得赶紧安排 很快 一狗一蚁乐逍遥 只是苦了在一旁端茶倒水的小美 根据日程安排 狗狗周末要到海滨度假 就餐时 小美故意将狗狗的高档食材 换成劣质狗粮 吃惯山珍海味的狗狗 哪能忍受这些粗茶淡饭 一气之下 直接将食物倒入小美鞋内 小美穿上鞋 感觉黏黏的 好像踩上了狗把吧 这把小美气得 直接抄起鞋子 要收拾狗狗 但狗狗智商在线 立马抬起前肢 半可爱 装无辜 小美闺蜜健壮 夸赞狗狗 仍让小美游火没处撒 于是 她直接把狗狗独自留在酒店 带着闺蜜出门happy 这下冷清了 狗狗觉得很无聊 那就出门遛狗吧 她在海滩咸游乱逛 大发时间 剧情发展到这儿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要出意外了 这时狗饭突然现身 直接绑起狗狗 驾车迅速离去 当狗狗再次醒来时 发现早已身处牢笼 隔壁大黄告诉他 这是斗狗场 你的对手 是狗场杀气大魔王 有什么遗言 趁早交代 狗狗委屈的说 逛街花钱我咋行 动手打架我不行啊 这辈子除了抢限量包包 从没跟狗动过错 这番话让大黄发现 原来他是个土豪 于是 他给狗狗想了个招 说只要给狗犯赎金 就不用上场 花源刚落 一个男人就来到狗狗跟前 狗狗还未来得及使出超能力 就被强行扔上擂台 而此时的擂台上 狗场杀气大魔王的利爪 早已饥渴难耐